現在要做抽吸,所以我們的氧氣治療基本就是鼻管、MASK、MRIM、AMPUE的給予 大家都應該都大概知道了,再來不會就是找時間上來摸一下器材,不然考試都不會用 好,那再來,好,那現在要講的是抽吸管 抽吸管在每一個裝背包裡面,現在大多都會有 其實這邊要跟大家講,因為我們的抽吸只有口淹布抽吸,其實是沒什麼用 所以像假設我在跑救護,患者需要抽吸,他有外勞,家裡有抽吸品,我會請外勞吸,為什麼 外勞可以吸到氣管那邊的位置,他可以吸比較深,但是我只能吸口淹布 所以我不能吸到這麼深的位置,那我直接請外勞吸才比較快 所以就請外勞吸,外勞都可以吸啊,外勞可以抽吸啊 他們家裡假如有的長照的外勞都可以抽吸,只有救護員不行 OK,好,那我們現在稍微講一下氧氣品 家裡的那種看護是可以抽吸的啊,對吧 你去醫院很多也是看護在那個長照中心很多也是看護自己在那邊抽 雖然我知道他可能不行,但他們就可以抽,那我們不行 好,那抽吸品來,我們的抽吸,因為只能口腔部的抽吸 好,我們抽吸管通常會有一個瓶子,加這種軟管,比較粗 所以你也抽不到下面,你要抽也抽不到,也太粗了 好,那我們今天接,他就會接這個綠色的這種加壓管 OK,然後就直接往後推,他是快扣,接上來之後,我們的氧氣品就接好了 那這根管子,有兩端,比較粗的這一端,沒有斜面的,記得接在這上面 好,那他今天,他的抽吸就是透過這個氧氣鋼瓶去抽 所以,今天我們這根管子是不需要再接別的東西在上面 所以剛剛看到有同學是把它這樣接著嗎 OK,是不用的 OK,最後就是講的,不要手那邊都去接上去 OK,因為不見得是這樣用 OK,所以我才會說要摸摸看,很好 好,所以我們今天要抽口菸布 那口菸布,我們要測量這根管子要能放多深嗎 每個人的位置都不一樣 這東西很重要,大概口,口菸呼吸道也會做這件事情 要測量嘴角至耳垂的距離 OK,嘴角至耳垂的距離 好,所以我今天抓好,我最多只能放這麼深 所以我的大拇指就要捏緊 OK,好,那我今天假設是自己一個人 我今天假設有 我是自己一個人抽 我可以就 我可以有兩個人抽 那我的副手 可以幫忙做暢通呼吸道 就壓耳抬耳,把他呼吸道打開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抽 那我們抽的時候,它這根綠色的管子 就是去 好,去按,它就會自動加壓抽起 它就會綠色按過去,它就會開始一直抽 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 就這樣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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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最多抽10秒,抽到10秒我就要拔起來 OK,拔起來,為什麼? 因為你在抽的過程中,患者的空呼吸是比較差的 OK,所以我們這時候就要繼續抽抽抽抽抽抽抽到10秒鐘之後 我就要拔起來 那我就要再帶回去 所以我們今天在抽吸前 記得要先給患者氧氣治療 通常抽吸前會先給MASK或NRM 就看他的呼吸狀況怎麼樣 假設他今天呼吸狀態 但是通常你會抽吸,表示他口鹽部的分泌污太多 通常他的SPO2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我們就會直接給NRM 就會直接給非在吸入響氣面罩 直接給 OK,給了之後,抽吸不要超過10秒鐘 我就這樣去抽 那今天這是有副手幫我暢通呼吸 那假如今天沒有副手,我的副手很忙 他跑去要別的事情 我只有自己一個人要抽吸 我就要自己一個人做 那我就必須要把我們的氧氣管折起來 然後這樣子捏住他 捏住我們的抽吸管 我的另外一隻手就要打開患者的嘴巴 因為有的時候患者嘴巴是閉著嘛 閉著 我們剛剛教官要講 我們要用10拇指交叉把打開患者嘴巴 就比個愛心 我們的大拇指會推著他的下排的牙齒 推開來 這樣推開來打開嘴巴 打開嘴巴之後 我們的管子 因為他是按過去綠色的 我大拇指可以操作 以前的 以前是只有按了他才會抽 所以我沒有按好他就不會抽 那現在是按過去他就會開始一直抽 一直抽 不會停 所以我位置控好 我今天他開始抽了 我就嘴巴打開 然後這樣去抽吸 去把他把口焰部的 口的分泌物抽乾淨 OK 所以這就是 單人操作跟雙人操作的差別 雙人操作就是你可以這樣子 比較輕鬆這樣去抽 那單人操作你要把你的氧氣管 把你的那個 把你的抽吸管稍微凹起來 然後用你的手指頭去控制 你的氧氣瓶 抽吸瓶之後這樣去 另外至少要推開他的 上下二的牙齒 上下排牙齒去做口焰部的抽吸 OK 那他的重點就是 要測量氧氣管的長度 嘴角至耳垂的距離 OK 嘴角至耳垂的距離 那我們在抽吸前 記得要先給予他氧氣治療 OK 要先給予他氧氣治療 OK 然後要抽就把他拿起來 或者有的放下面 看你們習慣放哪邊 OK 拿起來 然後開始去抽吸 那直接跟你們講 這個抽吸一九成都沒什麼屁用 人家只有嘴巴啊 那你今天他一定會更深 因為水網低促流啊 液體網低促流 之後抽口焰部的效果 好不知道哪去啊 OK 所以這效果通常都蠻有限的 所以我就是說 你今天在現場就可以直接請看護 去幫你抽一抽比較快 就像量血糖 現在在修法前 T1不能量測血糖 但是量血糖這個東西 你平常自己在家裡 你有糖尿病的爸媽或是長輩 都可以自己測 所以你在現場 假設我們今天T1 就是說請家屬幫他測血糖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對不對 你請家屬幫他測血糖 但是你不能測血糖 OK 這就是法規上的問題 那血糖的部分 在這次修法就有調整 OK 就有調整成說 T1以後也可以測血糖 因為這太瞎了 OK 那抽吸的部分 目前還是維持的是 維持的是說 我們只能口焰部 就算不管是T1 就算TP也是 我們只能做口焰部的抽吸 我就是不能抽到下半 氣管這一部分 所以這部分 假設患者的痰很多 你今天懷疑他是痰 你嘴巴打開看 你也看不到 就趕快送去醫院比較重要 或者是他家裡有看護可以抽 就幫他抽 好 那今天我們抽吸來之後 我這邊管子不是噁心嗎 所以我們在抽吸 我們都會請家屬 杯一杯水 為什麼 今天抽完我就會把管子洗乾淨 OK 把他洗乾淨 洗完之後我這一杯就可以拿去 在家 我都會在患者家裡面 就把他洗乾淨了 拿去洗一洗帶走 不然我今天放在背包裡面 他不小心露我整個背包裡面 都是在彈衣 太有心了 OK 好 這就是我們的 抽吸 好 那我現在講 對於你們來講最重要的東西了 就是 口焰跟鼻焰呼吸道 好 這個是提完應該是閉口的東西 OK 這就是口焰跟鼻焰 好 那我們的口鼻焰 我先隨便拿兩支 那通常一個背包裡面會有五個尺寸 五個尺寸 五個尺寸 好 那鼻焰呼吸道的適應症 今天假設患者有汗陰 所以今天假設你鼻焰可以偷一支回去 你的室友在睡覺的打護 你就把他插下去 他一定會起 他不會 他一定會沒有汗陰 因為太痛了他就起來 他會打 OK 好 那我們今天鼻焰呼吸道 鼻焰呼吸道是患者有汗陰的時候就可以給 OK 患者有汗陰就可以給 好那我們今天他的禁忌症 因為大家是T1 你們有學過T3C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PHTLS PHTLS就是創傷 屬於EMS的話 他其實不管什麼 熊貓眼他都不管他就是可以插 但是我們今天在學T1的時候 他我們的禁忌症要看他有沒有 爐滴鼓鼓折 為什麼他說怕會插到腦 但是現在比較新的是說 我只要按照他這個弧度放 不會放到腦裡面去 當然不要這樣子插 這樣子插 患者第一個會一直摸他的鼻眼部 他會很不舒服 那有可能插到腦 他說你只要順著這方向插就不會插到腦 好 那我們今天要怎麼確認他有 可能有患者可能有 第一個熊貓眼 然後再來耳後瘀青 再來耳肉跟鼻肉 就是要看他的鼻子跟耳朵 是否有清澈液流出 假如有液體流出 就要拿我們的紗布去沾 那假如今天他有腦脊髓液的流出來 清澈液就是腦脊髓液 他就會顯現出一個同心圓的樣子 那我現場也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那個不容易看到 就像熊貓眼跟耳後瘀青 在現場也幾乎不太容易看到 通常會是到醫院才比較容易出現 因為我們在現場的時間太短了 大概來不及出現 就到院 好 所以我們在判斷 鼻咽的經激症 就是看他有沒有嚕低骨骨折 第一個熊貓眼 耳後瘀青 耳肉鼻肉 確定都沒有 我就可以今天他有憨音 我就可以插鼻咽呼吸道 好那鼻咽呼吸道 通常都會在一個袋子裡面 他有一個無菌的袋子 就像 打住這樣 他可能你拿起來 他的鼻咽呼吸道是長這樣 他原本是這樣子一個包裝 好 那我今天決定要插鼻咽呼吸道 我大概先挑好他的尺寸之後 我就要把它拿出來 OK 那鼻咽呼吸道 不用無菌 所以你們看到有的 鼻咽呼吸道 他會用夾鏈帶夾著 OK 他是沒有要無菌 那我們今天假設在袋子裡面 我就要先幫他潤滑 我今天決定要用這一支 我想看怎麼講比較好 好 先講他怎麼量 第一個 鼻咽呼吸道的尺寸的挑法 將測量患者鼻尖至耳垂的距離 OK 口咽呼吸道是嘴角至耳垂 鼻咽呼吸道是鼻尖至耳垂的距離 凹面朝下 OK 測量鼻尖至耳垂的距離 選擇適當之鼻咽呼吸道 OK 所以像這支可不可以 這支就可以嗎 OK 鼻尖至耳垂的距離 假如太短 他總共從5號開始到7點5號 所以5號就會太短 那就不行 所以測量鼻尖至耳垂的距離 凹面朝下 現在鼻咽呼吸道凹面朝下 這兩鼻咽至耳垂的距離 選擇鼻孔內進鎖人農蠟之最大的鼻咽呼吸道 OK 好 所以我就挑好尺寸喔 好尺寸挑好之後 我在插入前 這個很澀 所以鼻咽這樣插很痛 他需要潤滑 那我們在潤滑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包一包啦 一包一包的潤滑劑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那這個是安妮的 所以我們就會直接噴在鼻孔 那麻煩潤滑劑不要塗在患者的鼻孔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的 鼻咽呼吸道會直接 直接噴在鼻孔邊 到時候你這樣直接噴鼻孔 患者會給你翻臉 OK 那我們到時候現場的是那個膠狀的 你直接把它塞在鼻孔上面 他就不能塗死了 OK 所以我們在現場的話 我們會在 他的包裝袋的上端 我們就會噴一下 那我這個不噴 因為待會噴下去 會很滑 你們在後面都沒辦法操作 OK 然後我們的膠狀會塗在 我們拿出來的位置 所以我今天捏緊 我拿出來 我是整直就潤滑好了 OK 這是我們在現場的潤滑的方式 那這個我就不噴在這邊 不然帶你們帶子都會很噁氣 好 那擦鼻孔呼吸道在患者的頭側 凹面朝向 鼻尖上推 選擇鼻腔內進水的濃縫 最大的孔劑 將鼻孔呼吸道垂直推入患者的鼻子 好 那我們在擦的時候 記得不要 大家會習慣 這樣擦下去 你把它孔塞住 不要 OK 我們在塞的時候 可以捏這兩端 捏這兩端 塞 讓它鼻尖上推 捏這兩端放 我剛剛已經潤滑過了 所以大家就做個手勢 讓我們知道說 你有潤滑 那一定要潤滑 不然你鼻孔呼吸道 擦下去非常的痛 OK嗎 好 鼻尖上推 選擇鼻腔內進水的 大家就在鼻孔呼吸道 這樣直接垂直推入 放置鼻角之後 好 那我們在現場 我們的單項就只有到這邊 那因為患者是活的 患者很不舒服 我們到後面很常會看到 患者的鼻孔呼吸道會這樣跑出來 OK 因為它會不舒服 它會動 它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在現場會建議大家可以黏 隨便把它黏在 固定在鼻子上 臉上面 它才不會這樣跑出來 因為它會漸漸的會有點吐出來 吐出來 那效果就會變差 OK嗎 好 那我先講鼻孔呼吸道 大家先來操作鼻孔呼吸道 然後就把動作比出來 那口語不會 你們回去再花時間背就好 OK 最少要先知道它是 鼻尖至耳垂的距離還有潤滑 然後鼻尖上推 全直推入 凹面要常向 OK嗎 好 來大家先操作一次吧 快點這個每個人都